二锅头登陆日本福岗 没想到在日本我喝二锅头 第一次吃 人生第一次吃 北京的骄傲 欢迎观看乌曼的老北京汇水达达 在日本福岗 我现在非常兴奋 万众期待的岛国探店系列福岗篇 终于来了 按照惯例 我会选择几个必须预约的 高级寿司奥马卡西 但更多的是本地哥们推荐的 只有本地人才去的宝藏贫民小店 在这个2023年 全日本投票被评为 全国第二美食城市的美食之都 让我们期待能发现 怎样的宝藏美食 那今晚就是福岗本地的好哥们 带我去一家只有福岗人知道的 宝藏烧肉小馆 我带大家去体验 真正属于日本老百姓的人间烟火 Let's go 我的好哥们 让世界爱上中国茶 送给你 这又是一个很有感觉的装修 人间烟火 第一杯是啤酒 嗨起来 干杯 这是牛心 牛的心脏 这个颜色真的 太漂亮了 厉害了 真的好吃 这真的超级好吃 来 今天多喝一点吧 好 真正的牛舌自身 完全生的 跟那个姜的酱油一起吃 卷一点洋葱 然后蘸着生姜酱油 我第一次吃生的牛舌 真的第一次吃 人生第一次吃 这个绝对值得吃 能感觉得到 因为好久没见了 所以Yuki还有点放不开呢 一会我有秘密武器 让他一下子就能放开的秘密武器 这个是什么 山芋 山芋 哇 里面是生的 就蘸点盐就吃了 这么甜 好甜 这么甜 我最震惊的还是这个牛舌自身 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能吃生的牛舌 这尖椒拿盐吃 这个是牛小肠 雪白雪白的 蘸点烤肉汁 牛肠的味儿特别浓 有那种奶香味儿特别的浓 这肯定甜吧 这个南瓜 南瓜 好吃 好吃 福岡清酒的纯米生酒吧 第一杯他们给倒 来 好久不见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点清酒了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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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 水萝卜 直接吃 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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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少吃这么多菜 那些菜真的挺好吃的 都是九州的 都是九州的 这烤的猪五花肉 然后放柚子醋 然后这是柚子胡椒 这一看就是解腻的 来一大口 炭火的香气特别足 特别软 这个属于玉米的种类 但是吃起来像蘑菇 但是吃起来像蘑菇 所以给它起了一个像蘑菇一样的名字 确实口感像蘑菇一样 每一个蔬菜都很甜 这个是牛腿上的一块肉 颜色特别好看 好吃 你觉得它们好吃 你以前不是在北京吗 所以我觉得你肯定特别想念一个东西 这个是 北京的骄傲 二锅头 二锅头 二锅头登陆福岗 为什么点这个 为了这个杯子 我们怀念一下北京好不好 想不想念 想念 这是北京的饭 干杯 这是这一锅头 开心了吧 开心 放开了吧 非常开心 这是开心水 没想到在日本 我喝很多酒 中国人们 全天喝酒 你不喝它的时候你不会想起它 但是你喝的时候你会觉得好 这就是北京二锅头的魅力 屁股的肉 入口即化 非常好吃 真的非常好吃 这个套餐是多少钱 肉的套餐 三千 四千 两千五 两千五 这么多肉 这是九州烧酒的嗨棒 嗨棒 我头喝了烧酒 这个中午来的时候要排队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吃杨国福 来日本开马拉档吧 太火了 我们现在去的屋台是Yuki的好哥哥的店 然后他说应该是在福岗第一或者第二古老的屋台 我们去看看到底怎么样 那个 白龙 看到了吗 看到了 从屋台干杯啊 各位 他们不太欢迎这个像我拿着摄像机来的 喜欢乌马安达真实参见的朋友 希望大家点赞关注 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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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